大家好 今天要分享能夠啟蒙你的節奏感的練習 首先我們來練習 在小鼓上面打四下 大部分情況下我會建議你從右手開始 這四下順序分別是右左右左 我會建議你在第一下的時候 跟大鼓一起踩下去 所以你這個右手的動作敲下去的聲音 跟大鼓踩下去的聲音 會是重疊的 但是差一點點沒有關係 不要過度的吹毛求疵 我先試一次讓大家看看 像剛剛那個練習 這樣就算是一組練習 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之後 你可以試著把一組接著一組串連起來 這中間就不會有中段的感覺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練習之後 如果你對於剛剛的內容已經開始熟練了 我會建議你開始把一組一組的每一個單位 想成是一拍 所以一共有四個音是一拍 一開始不妨讓你的肢體作為主導 你心裡面跟著你的肢體動作來算 一 二 三 四 也就是你的手腳動得多快 你就跟著念多快 慢慢的去習慣這一組一組 定義他們是 所謂的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第四拍 大部分的情況下我會建議 四拍為循環作為練習的開始 一算到四之後再從一開始算起 我再示範一次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一 就這樣一直打下去 二 三 四 慢慢習慣之後 也許你可以嘗試比較快的速度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至於要練到多快要看你的狀況 我不建議你速度太緊繃 練到快要解體 可能是你的手腳快不到那個速度 或者是你念的速度跟不上你的手腳的速度 那這樣子的練習就變成沒有效了 反而會讓你變得更混亂 我希望能夠保持是游刃有餘的 唸出來的速度跟你的手腳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這樣的狀況是比較好的 在前面的練習都已經做到了之後 接下來這個練習會是這樣子的喔 敲打四拍之後你的手停下來 但是腳不停下來 腳會持續的踩出一二三四拍 腳一樣是一拍踩一下 聽起來會是這樣子的 一 二 三 四 腳不要停 一 二 三 四 再回來手加進來 二 三 四 手停下來 一 二 三 四 這個練習有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 你要盡可能的維持你的大鼓速度 不管是手在打的時候或手不打的時候 你的腳的速度基本上盡可能的維持穩定 有的人可能會想要在這個時候借助節拍器 我建議先不要 節拍器的確是很重要 但是在這個階段還不要用 因為可能我們在控制速度的時候 誤差才有一點大 這時候搭配節拍器反而會使你的練習更加的困難 建議你在自己能夠聽得出來的範圍之內 盡可能的讓你的大鼓維持穩定 我們現在試一個稍微快一點的速度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一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經由剛剛的這些練習之後 我希望你可以做一樣的內容 但是你的想法稍微轉變一下 你在思考速度的角度變成以腳為主 用腳來決定速度 腳踩出一個速度 一 二 三 四 你的手就馬上可以連結到你的手知道要打多快 可以讓你的大鼓維持一樣的速度 我試一次喔 一 二 三 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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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 二 三 這樣的練習看起來非常的簡單 但其實不容易 以你的腳為主來決定速度 然後再把你的右手加進來 這一次有一點像是 以腳決定速度 手再去配合 跟一開始的 手決定速度 腳再去配合 這樣的機制是不太一樣的 當你習慣這樣子的機制 你慢慢的就開始 可以以 拍子的速度 來決定你的演奏內容 所以當你聽到音樂裡面的 一 二 三 四 或者是節拍器裡面的 一 二 三 四 你就大約的可以 連動到你的手應該要敲多快的 四連音的速度 那也就是 逆筋開始有能力 把一拍的時間 平均的切割成四個等分 這個練習非常的重要 但是我們在 用腳來決定速度的時候 可能會定的太快 所以導致你 手可能沒有辦法打到那麼快 你可能一開始 速度定到超過你的極速了 這也沒有關係 你再調整一點 再慢下來 基本上是由你的腳來決定速度 但是你要找到 你自己的速度的 舒適的區域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 今天 谢谢大家